再回到的就是有关于现在20大以及20大前人事变动的相关情况 在今天早上我们就看到政协出现了比较重大的人事变动 我们先请小杨来介绍一下情况 好的那么这个消息也是根据我们的中国最权威的消息来源之一 新闻联播 根据新闻联播呢 政协的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就是开完了 那么呢在这个里面 除了会议他们的这个主题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这个的呃是一个一个议政 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事变化 那就是呃会议决定增补王伟刘慧 徐又生狗中文以及黄明为第十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那么在这些名字里面呢我们注意到了狗中文在去年这个时候狗中文可谓是经历了一个从地狱到天堂这样的一个转变 因为他带领的这个呃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呢在延迟举行的这个东京奥运会上呢是拿到了我记得应该是38块金牌 是追凭了呃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奥运会历史上最好成绩 那么在出征东京之前呢狗中文被是被质疑的 他是一个在中文的这个平台中文的这个舆论中是被质疑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在拿到如此好的一个成绩之后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形象再一次的在去年这个时候365天前又被捧上了天 那么在紧接着在2022年初的这个东呃北京冬奥会上狗中文带领的这个中国冬奥代表团呢又也是也是拿出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所以说呃当时就有一些评论员或者观察人士预测呢他的这个仕途啊可能是在2022年要加速往上开了 对要卷土重来为何之啊但是说到卷土重来啊刚才这个和平先生一哭穷一哭惨马上就有网友应声打赏啊 这一位叫做艺人的啊这个我们的热心观众说为为李奇和小杨打赏哦没有提和平先生但是呢北京小王马上跟上说赶紧打赏不然何先生下次不被李女士邀请了似乎呢是是给和平先生打赏啊 所以咱们一比一平了我和小杨与这个和平先生一人啊一人这么一年叛变 也跟都一起挑拨离间啊对你但是没有关系到我们这个环节啊就是和平先生大显身手的时候有关于狗中文 狗中文人称狗局长为什么叫狗局长呢就是因为他到国家体育总局的时候认为完全是外行领导内行 这个们呢其实是革命资历比较早 2002年就已经解决副部级了 而且是重要的信息产业部的这个这个 副部长2002年那个小杨可能已经出生了 将将出生 然后这个但是后来是在北京的接听了一个女的 吕锡文 吕锡文是市委副书记 因为跟王岐山关系闹得很僵 所以呢就让这个这个谁就接听了他的职务 市委副书记 其实在他之前呢 这个北京市对他就是风评极其恶劣 因为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所有的北京市的人 你们究竟于学小时候初衷 对 这个你知道吧 我知知道的 这个你评价几件 你知吧 这个就是如果您在那个时候在北京的话 如果您是这个在小生初或者叫做出生高的时候 会被这个政策是折腾的 不像话 那么这个原来因为知道我们这个北京呢 可以说是这个有是中国最好的中小学以及大学的所在地 那么很好的学校呢 大家都想去 结果那你突然变成是就近入学 画片入学 原来很多家庭的子女生学计划就突然被你打乱了 同时还引发了一个后来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叫做所谓的学区房 那么当时说在海淀区某重点小学旁边的一个厕所 一个可能就是五平米的厕所能卖出百万房价 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啊 那么当时也是搞的可以说是家长焦头烂额骂声不断啊 这样的一位人士 但是现在呢好像是试图出现了一点转机 骂没有被骂死 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就像我们身边的和平先生一样啊 搞局长同学来就找一段时间我的朋友有些跟他很熟啊 就说最近老狗好像这个 我说老狗是小狗啊老狗说心情很 日门很躁热 他说是不是快完了 我说差不多了完了 真的是很快完了因为没有想到他拉到了奥运会的这么好的成绩 这些年的日门一扫一光结果没想到还是把他拉掉了 所以除非他又翻身啊 我们现在暂且他完了 暂且他完了 就是到政协就是给一个心理安慰讲 那这种心理安慰就是比人大还差一点 一般来讲的就是在 国务院的部委里面安排的人都说的就安排到这个 政协担任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 个别的大的这个部长呢 会担任主任 而省委书记 一般的就安排到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担任一个 副主任 都是心理安慰讲 或者心理治疗讲 我们好几个人都可以谈谈 还有谁啊 对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个 就是政协的这个新闻中啊还有一个人 我们早上的时候 不不不那几个人自己讲完 你还没听到讲完那个每个人都有故事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王伟这位王伟 王伟啊 又是这个王岐山的人了 王岐山的中纪委副书记 一上台就其中就要查王伟 把他扁到三峡的一个一个一个 什么委员会当副主任 结果呢这个人呢还是幸亏中纪委有点关系 心灭于烂 现在就到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委员会 当一个聚会的副主任看到没有 是聚会副主任的 什么叫聚会副主任的就是没单位要的人 OK 没有单位要就是你就直接你的专门工作就是政协了 OK 这是王伟 刘慧 刘慧啊 刘慧啊是这个伊斯兰教 回族 本来啊他是这个应该按照道理讲给他一个政协副主席的 虽然当不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结果呢 他很可能搞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 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呢 跟李建华尤其是王正伟 是叫王正伟吧 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来是宁夏的这个区政府主席都被查 都被查的一个其中原因就是最近几年中国进行宗教的侵略和打击 其中呢 伊斯兰教是一个重点 所以宁夏的这几任领导 要么就是被查 要么就是冷凳 要么就是把人贬值 刘慧就这么贬下来了 属于是没什么他的意思 乔伴的这个副主任 乔伴的副主任一个意义上呢就是没事干 因为最近几年都是 不能行动嘛 最重要的是乔伴已经并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 是统战部的一个职能部门 那么搞定我讲 黄明有一点意思 黄明呢就早几年查这个 朱永康的时候就举报他呀 朱永康带他去这个老家 结果的朱永康在他的祖父母的坟命中当当下跪 那就我觉得可以是理解的嘛 这个黄明同志也跟着一起下跪 好玩吧 好玩 公安部副部长跟着一起下跪 所以当时就把他查了半天 然后他向组织上交代 你说同志们都下跪了 我一个人不下跪吗 对呀你说这是领导下跪了你站着 这显得好像领导像你下跪一样 所以后来 你这回想 像他爸爸妈妈下跪 所以黄明其实一时受入非常危险的一个人物 尤其是公安部进行清理的时候 他已经是正部级的副部长 没有被干掉 大家都已经觉得很惊讶 然后呢但是大家知道 他和当年的一个叫 傅政华吧 对 一起呢 调离公安部 一个就去了司法部当这个 部长 但是呢派了一个党组书记 一个呢到印记港 管理局当党组书记 给你派了一个部长 结果你看运气好不好 那部长一上来就生病了 所以一直让这个黄明呢 又当部长 又当书记 就一时呢 等到后来的人 派上来 所以黄明有一点点历史上的 信任 这个信任就是一方面公安部清理的太多了 相比之下他的问题是有一些 但是你光是下规子把他抓掉 好像不太像样 所以呢现在就是暂时安心烧路 未来查不查 其实还是蛮有危险的 我说到这个这个政协和人大呀 这些专门委员会啊 感觉好像是有点像老年人俱乐部 退休老干部俱乐部活动中心这个感觉 但是这个通知的最后一个 一句话还是引起我们的很多的注意啊 叫撤销李家统治 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 决定 这个李家到底是谁 他干嘛 被撤了 他和胡春华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要请后面先生来讲一讲 胡春华是最近的大热点 基本上 各路人物包括我们的 胡平先生啊 各路人物都 通过各种方式的论证 胡春华就是总理了 胡平先生写的文章 我们郑世光先生也做了节目 铁定就是他了 而且他活动很多最近很平凡 昨天咱们解读了一下 就是说他之所以参加活动 包括参加这些活动 是因为正好讨论就业问题 最近中国的经济形势里面 除了清零 除了这个清零还有什么东西啊 就是二十大还有一个工作就是 要振兴经济 振兴经济里面关键的一个环节 是解决就业的问题 那么所以我们讲的是因为他的职业 职业所在 但是我并不是说胡春华不能当组理 当不当组理我们要参加六道博弈 OK 所以我一切都不说 我只是把现象告诉大家 不讲到李家呀 他真是胡春华的副手 在什么时候的副手 2009年 好像是2009年 这个李家呀 好像是 内蒙古的 组织部部长 那个时候的区委书记是 主播 那么胡春华去了以后呢 就把他提拔成为 内蒙古区委副书记 胡春华是书记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他是胡春华的副手 我们知道啊一个领导同志他要被提拔 或者他要被 干掉 或者是他要被受到伤害 查不出你的问题就查你家人的问题 查不出你家人的问题就查你的同事的问题 查不出同事的问题就查你的 下级 副手的问题 但是不是简单的 是个李家哟 还一个人叫 刘可为 刘可为这个人是在 这个长沙人 他是毛主席的那个学校叫 福南伊斯范学校毕业 毕业完了以后呢他就当一个老师叫什么自修大学当老师当了一段时间 考上了北京航空航空大学 这个学校好得不得了 结果呢 这个人 傻了 他跑到团子上去了 如果他这个时候 到了什么火箭发射地的什么工程多少号 今天可能就是 他们叫什么 继 枝江新政以后中国现在最大的政治的力量 就是叫航天系 结果呢他当时急于求诚 跑到 最受欢迎的 更新团系 而且倒霉 连续经过四任的团子上书记 宋德福 宋德福 胡锦 宋德福 李克强 周强 然后胡承华 最后面胡承华就把他搭上了 胡承华从团子上第一书记的时候就搭上了团子上的最重要的一个马仔就是刘可威 就到了河北省当省长助理 实际上是当了 这个胡承华的副手 不是副手 跟班或者是大秘书或者是跟班 就是整个是跟着胡承华一起来的 这个胡承华去 内蒙古没把他调过去 胡承华后来调到了广东身为的政治局委员 又把他调到广东去担任了广东省委的 副秘书长 等于就是 小胡的大秘书 结果老胡掉到中央区没把他调过去 然后现在把他贬到一个什么宁夏 宁夏自治区当一个副主席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副主席 常委都没当上 你知道宁夏是最小的一个地方 我是通过这两个事情的人士来看到胡承华在 假如他未来当了这个总理 他手下都根本没人 而且他当不上他当上总理 不是 大家网友学了算是 六多博弈学了算 OK 所以这个何先生这个软广告好像是一个接着一个 有一点强行插入的意思 但是好像对于共青团这个派系和 何明先生一直是不太看好 对我们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个 这个集体非常的不屑 打击了几十年 对打击了几十年 但是现在共产团也的确是 后继无人 那么最后可以说 也是不能说苟延残喘 怎么说呢 就是不断的试飞